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门昔日是小鱼村 所谓近厨得食 由于沙尼头街市秘论内港 坊间有俗称水上街市 大家习惯到沙尼头街市购买海鲜等美食 现在买完直接去楼上美食广场加工 就更新鲜更方便 位于沙尼头街市二楼的美食广场 早前完成翻新工程后重新投入营运 环境更舒适 选择更多元 也共设有11个熟食摊位 供应中国地方菜系 东南亚菜系 日汉熟食 西式熟食 日式刺身 寿司 中式小炒 蒸煮 饮料及甜品等不同菜系及特色美食 街市是充满温情的地方 今次透过重新镜头的熟食当 不少都是一家人齐心合力经营 等食客有家的感觉 在去年见到烏门政府有办法投标的一些市 我们就由这个念头一起开一间甜品店 我觉得在街铺来说 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招揽这么多客人 但我们在这个街市里面 已经由一部分人围在这个街市以来 反而会更专注在一些菜式上 抗生和盐饭 我们主要的产品是梳菇尼和中式甜品 另外还有一些雪糕 我们本身以年轻的一代作为一个主要客群 但我们发觉原来是低幼 或者去一些中棉 客人都会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甜品 还有这个街市的美食广场 这样为一个聚餐的好地方 因为它有一个好的环境 还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冷气设施 我们以前是去七岸的 我女儿和女婿两家人做的 我亲家在伊南直接饭货的 我们的饮料比较生鲜 比较相宜 点心 蚝仔 炒凳 很多东西 都算是挺好的 不错 很多熟客帮衬 吃过我们的东西很满意 在那边买很多东西上来 加工 他说我们做的东西很合心 好像我们以前的老爸做的东西 那么好吃 自家的味道 美食广场的开放时间为 早早7点至晚上10点 切二百多个座位 开景之下品尝美食 的确是很relax 早餐 午餐 下午茶 以及晚餐时段 都可以覆盖 有比于以往熟食中心较早收档 这里的晚市依然充满烟火器 大家下班 放学之后 依然可以慢慢过来 探美食 都提提大家 还可以透过街市通查阅菜单 开餐之前 就可以做足功课了 大家看见 下iban